虽然俄罗斯总统普清表达愿意谈 但乌克兰危机的整体气氛没有太大改变 普清的要求还是要北约撤离东欧 和乌克兰永远不加入北约 要西方国家认真对待他们对安全的关键 普清说希望现在就解决乌克兰的北约问题 在外交对话上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宏通话45分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通话 美国重申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立场 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前往布鲁塞尔和北约防长会谈 可以确定北约要强调的讯息会是 不管普清做什么决定北约的立场团结一致 另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秘力上将 也和乌克兰的对应官员通话 重申对乌克兰主权及领土完整 美国坚定不移的支持 乌克兰国防部和两间最大银行网站遭到网路攻击 乌克兰网路安全中心表示这可能是俄罗斯发动的攻击 银行的提款机也受到影响服务中断六七个小时 另外要关注的还有乌克兰东部俄语区顿巴斯 俄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普清承认 由亲俄分离主义势力控制的顿巴斯是有主权而且 独立的国家那么普京在和肖兹会谈时宣称顿巴斯出现种族灭绝情况 那么这也表示俄罗斯有可能以支持顿巴斯 避免种族灭绝为理由 派遣所谓的维和部队进入顿巴斯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